揭穿中共歼-20致命缺点专家,连老式F-15都比不上,英国空军专家表示,歼-20离欧美先进的战机,还插了一大截连F-15这种老式的战机,都可能轻易击败它。 中共宣称歼-20能靠着优异的逆踪功能,与优异的中远程空中作战能力取得制空权,不过, 英国空军专家打脸表示,歼-20离欧美先进的战机,还插了一大截连F-15这种老式的,战机都可能轻易击败歼-20。 更别提美国顶尖战斗机F-22或F-35在制空优势方面,更是远远超过了歼-20赞助商。 链接载助商链接根据商业内幕,Business Insider,报道专门研究中共空军的德国研究员安德烈亚斯·Andre Erzluprecht, 揭露了负责宣传歼-20性能,同时也是歼-20制造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。 宣传手册曝光歼-20的作战任务手册上,描述歼-20为重型隐形战斗机。 性能上除了具备中远程空战能力,也有对空对地、空对海的战斗力。 而歼-20的作战任务,为夺取制空权,以及对中远程的快速截击与护航能力。 手册还声称,歼-20拥有制空的优势对此。 英国智库皇家联合研究所空战专家布朗克·Justin Brunk,却打脸直言, 歼-20就推力重量比操作机动性和高空性能方面来说,都不太可能匹敌欧美的空优战斗机, 虽然歼-20的设计的却有限制雷达追踪,在拦截任务和海面打击上, 给对手带来威胁,但若歼-20若想与欧洲或美国的战机争夺制空权, 那就代表它将迎来一场失败的战役。 布朗克,指出其中一个限制歼-20的重要因素, 就是发动机引擎,因为歼-20需要燃料效率低的后燃气来产生额外推力, 因此被限制住了高空性能。 中共目前还在使用旧型的俄罗斯AL31M2, 或是中国自制W10B发动机在效能上部, 但不及真正的第五代F-35,或F-22战机, 甚至也无法合服一几十年的F-15与欧洲的台风EURO Fighter, Typhoon,战机相提并论, 而中共要跨越这道门槛,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。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 此外布朗克也指出, 与F-15和台风相比歼-20的雷达结年纪较小, 性能也较差对空飞弹, 不太可能比得上美国最新的飞弹, 也无法并肩欧洲最新的流星导弹Nitea, 报导指出, 毫无疑问的歼-20, 代表了中国技术巨大的飞跃, 在拦截任务和海面打击方面的能力, 也的确对美国空军带来潜在威胁, 但若要击败对方最强的战士, 并控制整片天空美国, 与欧洲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中共歼-20。